国际消息针对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 在当地时间18号正式挂牌成立 但是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记者会上却痛批 表示可以拭目以待 中国大陆会采取相关的措施 立陶宛也会就由自取致实其果 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多次劝阻 批准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 台湾代表处 此举在世界上制造一中一台 公然违背一个中国原则 背弃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的政治承诺 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性质极为恶劣 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由立方负责 我们要求立方立即纠正错误决定 我们也证告台湾当局 妄图 斜阳谋独 是打错了算盘 注定逃脱不了失败的下场 至于中方将采取何种必要措施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立方 咎由自取 必将自食其果 另外大陆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敏也表示 面对台湾的问题 欧盟应该要信守承诺 他表示近期很遗憾的看到一些人似乎认为台湾是一张可以打的牌 这样的行径绝对不可能会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事实 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时间18号前往密西根州宣传基建法 他在演说中坦诚 因为美国停止投资 国内包括自己人民在内 使得美国在21世纪失去了优势 也让中国大陆可以迎头赶上 甚至还被超前了 而在演说中也不断强调中国大陆 但他是有信心 美国可以凭着基建法案 逆转目前的情势 Most of the 21st century we led the world by significant margin because we invested in our people we invested in ourselves but something went wrong along the way we stopped we risked losing our edge as a nation and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are catching up well we're about to turn that around in a big big way we're going to be building again we're going to be moving again 南韩大学入学考试18号登场 有51万名的考生要应试 在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南韩社会 可以说是一试定终身 即便现在全国担任确诊 已经创新高了 连续三天都突破新纪录 但是考生怎么样都不能够缺席 因此当局也是密切来关注接触者 有设置像是隔离的考场 甚至就连确诊者也在医院写考卷 警车十万伙即将考生送往考场 18号南韩大学考试登场 一考定终身 这可是考生这辈子最重要的一天 往年学弟妹校门热情加油 今年遇到新冠肺炎搅局 变得冷冷清清 为了怕飞车赶不及考试 股市延后一小时开盘 下午飞机也暂停半小时 以免噪音影响音听考试 另外今年又将近100名考生确诊 同样可在医院里应试写考卷 还为密切接触者设置隔离考场 即便南韩近九成成年人都已完整接种新冠疫苗 但疫情却大反弹 19号全国单日新增确诊 连三天突破3000人大关 创疫情爆发以来新高 而重症数也两天破500人 超过了当局设下的安全门槛 医疗面临紧绷 人穿已无重症病床可用 除了继续用疫苗对抗病毒 南韩当局也将每周疫情评估 若达最高等级风险 与病毒共存的防疫松绑 计划恐将随时中断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